欢迎回来 这个短片相信大家已经是不陌生了 在5月初的我们一个节目当中 就放过地铁上你会遇到的25种人 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非常火的 YouTube视频的主创人员李悦 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哈喽 李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可以 大家你好 我的名字叫李悦 英语叫Yuna Lee 我是从北京来的 然后呢 几岁到了美国啊 差不多六岁 所以我的中文有点懒 所以对不起 没关系 那一会儿我们是说英文还是说中文 夹着说 半拉半拉吧 好啊好 我们就半拉半拉的来聊好了 那我们就说说你这个视频吧 刚刚上传的 而且点击量也很高 而且我们就看得特别有趣 So how did you come up with this idea 你怎么想的要拍这个片子 嗯 我就是老坐地铁嘛 而且有好多人都是这样子来烦我 像这个人吗 像这个人 就是平常 所以我老是觉得 诶 我想一想 因为我也是平常做短片嘛 我刚发生这个video没有人以前做过 所以呢 我就突然间有这个idea 想让大家都是哈哈嘻嘻笑笑 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种这个video 可是没有人做过 但是我一直都听说 我一直都听说 我不知为什么人们想拿手 是 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铁上 然后就扶着柱子的时候 经常会有这种肢体的碰撞 有时候会觉得很尴尬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老是想摸别人的手了 那这个片子拍下来花了多长时间 其实只是差不多三个小时 嗯 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三个小时 但我看到里面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比如说那个门快要关的时候 突然会有一个人冲进来 然后就做扶地铁 对对对对 就那个动作你们这个花了多少时间完成的 只是两个takes 只是两个就差不多完了 我们跟他开玩笑 我们说假如说门要是关到 然后他还正好站的话 他也必须得要keep on acting 然后让他那个 he has to keep pretending that he's still trying to run for the train so if the door closes it's too bad we're just going to leave 所以这个也是在提醒大家说 就是如果地铁门要关的时候 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对对对对 注意安全 那个安全是第一 那你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看到也有就比如说吃东西的镜头啊 还有就是冲进来的镜头啊 还有这种很奇怪的男生在盯着你的这种镜头 当你们在拍的时候旁边注意到有没有人多吗 有好多人可是我在那个导演的时候就是我 有不管有多少人来看我我只是我的目的是来导演 所以我是不管别人看的 有好多人也会照相也会那个说这些东西 往后我说对不起你可以让你看 因为因为我是特别的focus嘛 所以我不想那个让别人来打扰我们的影响 所以假如说要是他们就坐在我旁边 如果你想在我的镜头 你要是在我的镜头帮我签一个字 或者是拜托对不起让一下 可是我是都是特别的那个excuse me 就特别的那个polite的问他们 要不然他们会在镜头里边我也不想那个打扰他们 所以这个短片你就也就花了三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它整个拍完 对三个小时 所以focus很重要 对对focus是特别重要 不管是我们差不多回家的时候那个就是 我们是坐这个地铁是从flushing到time square 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去time square我们就完了 所以回来的时候有好多人从time square都在回家嘛 所以我就是觉得那个有好多人都在看 而且那时候是特别的crowded 可是不管是crowded or not 我还是特别的focus 必须要把这个take弄好 那你这个视频上传了之后 你有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反馈吗 跟我们说一个最有趣 the most interested common 有好多人都是觉得那个印度人特别帅 好多人他们说 他们说那个其实那个那个中文怎么说creeper creeper很诡异的人很奇怪的人 他们说这个很诡异的人其实是挺可爱的 我说是吗我是看不出来 就是就是就是这一个 对对就是这一个 对对对对 可是他们老是觉得他挺可爱的 而且好多人都是说我都我都没发生那个7 那个Number 7 Train 有那么多中国人 我说你是开玩笑 你是从来没做过那个7 Train 对啊7号神都是华英啊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今天呢除了我之前啊 我在看到你这个片子之后呢 其实我也有看一些你其他的东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网站哈 呃在这里看一看 其实你上传了很多视频我看到 嗯我们来看一看 而且是不同种类的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比较搞笑的 25种第一个小月 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你的其他作品就是Just Friends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哎呀呃这是一个短片吧 这是一个故事 平常呢好多故事有男主角女主角 可是他们平常会再塞一个三主角 那第三个主角老是喜欢另外一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 可是这个这个第三个人呢不管怎么着都会爱上那个一个人 可是不管怎么着这个人不会那个interested in this person no matter what so they're just friends 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讲这个男孩子特别喜欢那个这个女孩子 可是这个女孩子老是喜欢坏坏的男孩子啊或者是男孩子不对他好 我觉得你们拍的就像那种微电影的感觉一样 是吗 是吗 你是这个的导演兼script writer 也是剧本的学 所以你整个频道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 你怎么 你怎么能处理自己 as a youtube blogger 啊 它是其实很难 因为我会有很多东西 我会有很多东西 我会有很多东西 但现在我的主要主要是剧片 剧片 剧片 我希望能处理 asian 剧片 从这些要求 所以在这种内容 从 yarn达到 如果我准处理 就是自己画的 人类的名字 是你 所以这个就是了 我已经有很多东西 我希望可以 需要多多一些 不只是 users 只现在西面 中美国 because they do a lot of film in L.A. and stuff like that but I feel like in New York there needs to be more and so it's like my job to put both filmmaking as well as Asian talent on the market 那李玥也是说呢 他其实在你的频道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视频 其实也是代表着自己完美的生活 那虽然说很多就是我们看到YouTube上 很多是在洛杉矶拍摄的 其实我们会展现了一个亚裔的群体 能够在纽约的整体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以及我们亚裔的这种力量 那我还有一个视频也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是你拍的一个叫做自信的 其实我刚才的时候我都甚至有一点不相信 就是你这么会拍这么会影 然后居然会说自己曾经是有自信方面的问题 我们首先还是请导播来放一段 你当时拍这个视频的话 你一起来看一看 我一直在很正常的视频 我一直在每个时刻的视频 我会立即会放在每个时刻 有人会骂我 我会觉得这些人是好好的 我每天都会穿着线 我每天都会穿着线 我一天都会穿着线 我会穿着线 我会穿着线 我还没想到人们看到我的面子 我只是想到我最终的 我只想到我最终的东西 我会觉得我最终的东西 我会觉得我最终的东西 我没有拍摄 所以我没有拍摄 我会在前面的拍摄 因为我真的觉得 如果有人拍摄 我会拍摄 你能夠自己脫下的頭,你能夠脫下的頭 你能夠脫下的頭頭 人們有多長時間在這裡面 但要保持這些想法 不再重新 想太多,只能把問題發生 是真的嗎? 你剛才說你以前還出去老戴帽子 而且不讓人照相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我的媽呀 就是不自信 我是長大的時候老師 跟別人比嗎? 不是 差不多21歲的時候我才會有自信心 可是原來我就是 真的我要是覺得 要是有一個人幫我照相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全部地方的玻璃都會爆炸 我知道當然是特別誇張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以為我是這麼醜 而且我在這個影片也說過 我是有牙套 對,有牙套 可是我在我小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我特別醜 可是我要是戴牙套我會更醜 所以我是特別害怕 拿牙套 可是我一有這個信心的時候 我不管 我覺得外邊那個 不管是長什麼的樣子 可是全部都是 insight 就是在裡面那是最重要 所以呢那個 我是用我的insight來幫別人 也是有這種confidence 那所以也是你為了就是給大家告訴自己的一個轉變 然後也是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現在對自己非常沒有自信 不如試一試你的這些小的 tips 小的一些方式 那你有收到很好的反應嗎? 是,有好多人 因為那個 我中文對不起 不知道怎麼說這樣子 可是 I'm a self development course I mean I'm a self development coach so I coach people on how to have more confidence and like just based on my life story I inspire them on how they can improve themselves 那李悅呢 你是跟我們說 他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呢 能夠去感染別人 能夠去幫助別人 其實我覺得看你的youtube channel呢 確實也是這個樣子 反映自己的生活 反映自己的變化 然後告訴人家怎麼樣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我很喜歡你的活動 也是非常的希望 能夠以後看到你更多的好的新的作品 謝謝你們 謝謝,我也希望 好的,稍後呢 我們也會為您帶來更多的節目 今天也是謝謝李悅到我們的演播室 謝謝